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是我一直在寻求的 我寻求这个软件是干什么呢 就是要能够把这个屏幕录制下来 并且声音也能够录制下来 而且是免费的 也没有什么广告干扰什么的 找来找去的话 我发现这个软件特别好 那这个软件的话呢 它叫bbsoftware.co.uk 它提供这个软件 我们可以把这个网址打上 然后这个网址本身的话呢 出来的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大家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网址显示出来的页面 那么我们看一下的话呢 这有标准版本的哈 这个我们不用download这个哈 这个有一个free的这个trial period 可能是30天 那么我们直接download这个哈 这叫express express是free的 我们click download download 它需要输一个email 那么我们把自己的email输进去就可以了 然后呢 click download link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到email里面去download 我们check一下email 我们check一下email login到email里面 这就是download link click 我们下一个 请转发动 这个 中文字幕 但是 我们选择 在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 好 我们选择 这边的link哈 我们可link一下就可以download 我们click download 这download的话呢就在进行啊 现在4秒3秒 ok download click就安装了 然后yes 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安装的窗口 现在进入了这安装窗口 可以给大家一次 OK Tissue Tissue Next 这个呢,就安装完了,这有一个Tilion,这个Upgrade,Standard of Professional, 那么我们可以,就到此为止,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看这右,左下角这有一个小的屏幕啊,这就是一个光标,我们点击一下,就, 然后的话呢,它有这么一个提示啊, 这有一个Registration,Registration是free的,然后30天,那你可以这个,用30天,然后30天以后呢,再Registration,这是一个free的啊, 然后我们写入它层面,这样的话呢,就基本上就安装,好了, 现在就可以recar了,我们可以recar了, recar的话呢,可以采用这个fullscreen,也可以选择一定的区域,那么我们选择一下fullscreen, recarrecar sound,可以写啊,那么recar sound有两个sound,一个是original的,另外一个呢,它提供了第二个, 提供了第二个这个 sound,也就是麦克风,我们可以把这个麦克风这个呢,加上, 还可以呢,这个出录像啊,比如如果要是那个把自己,用这个摄像头可以打摄进去,换勾啊,然后, 把这个,换勾以后的话呢,你可以调这个摄像头,这个成像的位置,这样的话呢,在这个screen上面的话呢, 然后,我现在就不打工了,现在开始录制,这样的话呢,就,就已经开始录制了,你看这,五,六,八,七,八,那,假如说呢, 啊,这现在是一个屏幕,那如果说我们,放一段,video啊,这声音的话呢,就可以录起来了,啊, 假如说这个吧, save一下,对,然后, 然后我们open player,哈, 下面这个就是刚才用这软件录下来的这个录像,这个吧, 说听的是星岛中文电台FM96.1,今天我们请到了美国人寿享誉湾区的生前利益万全宝销售团队,刘云山团队的资深理财保险百万人桌会员Sandy和Victor,来到这儿,跟我们讲解一下美国人寿独家首创的, 领先于全美同行业的生前利益指数万全宝,具有生前理赔功能,而且兼有平均每年百分之八左右的增值储蓄功能的人寿保险,Sandy和Victor,你们好。 主持人你好,我们又见面了,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Sandy,我是Victor,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首先想送给大家一句祝福的话,全家都有万全宝,一代更比一代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美国人寿,一个带有保险理财兼固特色的产品,那就是指数万全宝,指数万全宝具有人寿保险生前理赔,和同时有平均百分之八左右的增值储蓄功能,是全美国唯一的活着就可以获得理赔,并持有高回报的增值储蓄功能的人寿保险。 Sandy,那到底什么是人寿保险当中的生前理赔呢? 人们一般认识中的传统人寿保险,对Accelerate Benefit,所谓生前理赔的解释,是指当医生宣布人已经身患绝症,生命预期一到两年期间的时候,保险工资给予的理赔,而自美国人寿生前利益万全宝出现后,这一观念被彻底改变了。 在不增加费用的前提下,增加了重大疾病保险和长期慢性疾病保险,是在传统保险基础上增加的两项生前理赔,是一份活着就可以获得生前理赔的保险。 人寿保险带有生前理赔的功能,的确是人寿保险的大突破,就是说一样的保费,一样的保额。 美国人寿的生前利益万全宝就比传统人寿保险多出了大病保险和长期护理。 好,这样的话呢,就把这段声音录下来了。